空间摄影与应用 翁彩虫老师讲述 这个单元跟大家谈的是特殊主题拍摄的一个分享 在我们课程中 我们设定了一些基本的拍摄 然后利用这些不同的一个拍摄手法 让同学开始去做循序渐进的一个练习 那当然在过程中会有许多同学 会有一些还不错的一个表现 所以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 我们会提供同学另外一个平台 当你拍出一些跟可能并不见得是我们课程缴交内容的一个要求主题 然后可是有一些还不错的表现的时候 同学可以来增加缴交的一个作品 那以下同学看到的一些蛮多的作品 大概是受课的过程中 同学一些还不错的表现 那这些作品呢 我们也曾经在学校的各个空间 来做一个不同的一个展示 那同学以下可以去做一些还不错的分享 这些都属于跟我们课程要求的进度上面不同的一个特殊主题的一个拍摄 那每个人掌握的这个技巧点也都不太一样 以下来做分享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叫做意外的收获或者是创作 那同学其实在那个创作过程中应该是蛮快乐的 那第一件事情这两张照片都属于线条构图的一个方式 那右手边的这张照片是直接横切 左手边的这张照片是斜切的一个方式 然后他们用的都是这个这个网线 那你可以看到右手边的这一张照片天气当然就比较好一些 而左手边的这张其实对照的是一个比较阴沉的天气 然后再加上它有水滴 所以又会有一个减光的效果 所以在视觉感受上面当然就会稍微弱一点 就比较可惜 但是你也可以很快的看到 这两个镜头是不一样的嘛 对不对 它比较左手边这张比较没有办法 想要表达出不同的这个意境 那右手边的这张呢 它可以非常快的去呈现这个主题的意义 其实最基本的是因为它的背景 它的背景天空光够 然后再加上这个太阳的这个角度 它让这个主题产生了一些阴明面之间的一个变化 所以就很快的在让视觉上面 可以很快的去做一个跳脱的一个动作 一样我们来看一看线条的构图 这两张照片也一曲同工之妙 走上到右下的一个线条构图 那右手边的这张照片比较可惜的 大概就是它的这个 后面的天空不够美丽 如果这个时候天空在美一点的话 比如说你在增加偏光镜的话 去做一个好的光线的这个捕捉的话 或者是选用不同的时间 更去去把这个页面的一个细致纹理表达的更清晰的话 这张照片应该是不错的 那左手边的这张照片也是一样 它的纹理稍微弱一点 但是整个线条构图其实挺美的 挺美的 然后做出景深 把背景模糊化以后 主题就凸显出来了 然后再过来看一看 很多同学喜欢拍宠物的特色 那宠物特色 其实宠物最可爱的一个点 当然就是它活灵活现的一个样子 所以它的这个肢体构图来讲 对于你拍摄就变成一个重点 那另外一个部分 因为那个宠物有毛 那我们就会建议同学说 那你应该要把那个景深度 景深做得更细致一点 那这个时候 你的那个毛的那个纹理特色 就会更清晰一点了 但是这两张照片最基本的 都拍的还不错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都把这个宠物的这个主题 去做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表达 好再过来 宠物主题的时候 因为宠物有这个形体 那这个宠物形体跟环境动态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是你的构图的部分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因为拍摄者很棒的留了前面的这个地平面 并且呢把自己的身体往下降了 有没有 跟他是在同一个视频面上面一个拍摄 所以就产生还不错的一个效果 那因为狗狗是比较淡色的 然后背景整个是深色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当我不用景深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产生不错的效果 所以有的时候 你在做一张照片拍摄的时候 要注意每一个线条 对你这张照片景框之间的一个关系度 这样子才能拍出一张好照片 所以这张照片原则上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 当然 或许在这张照片拍摄的过程中 你又可以再退后两步 把这个狗狗的这个影子 去做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表现 因为这个光线刚好打过来的角度也非常的美 它是一个侧向光的一个状况 所以也是一个不错的表现方式 再过来同学要再拍环境拍摄 这也是同学在很多主题里面常见的 那环境拍摄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构图的部分 跟线条的一个优美度 那左手边的这张 你可以发现 它流出了小小的天空 它流出了这个水面上的一个倒影 那这些线条呢 都足以 都足以在说明你想要看什么 所以并不是说 我拍这张照片最主要表现的是建筑体 不是 它可能是一个环境的一个叙述 当然这张照片在拍的时候 你也可以试图的 把它做一个横向的拍摄 它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效果 那右手边的这张基本上是一张黑白的照片 一张灰阶的照片 一张咖啡色的照片 那它着重的在哪里 着重的在于这个路面白色线条的一个曲线度 跟这个空间构图 这个我们在做透视技法的一个基本 但脸都是搜进去的一个关系 那让你的视觉焦点很快的就跟着它跑 那拍这样子 尤其是黑白的照片 最重要要注意的当然是什么 整个环境要是比较干净的 然后阴明面分的比较清晰的 那这张照片也算是还不错的照片 同样的环境拍摄 那这两张照片不一样的 一样的地方大概就是 它们都有一个主题 左手边的主题是岩石 而右手边的主题是这只蝴蝶 那你可以看到这两张照片 它们的特色都是什么 它们有一个横向跟纵向切割的一个线条 所以你看 右手边的这张照片 它拍摄的时候它的特色是什么 它后面有一条 路面跟坡面之间的一个横向关系线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 我们同学最容易犯了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把视觉拉高 然后把后面的 把后面的这个坡度消失不见 那这个时候呢 元素当然就会比较统一 但是它可能没有那么的活泼 所以右手边这张照片 实际上在拍摄的过程中 应该也可以试的拍出各种不同的 这个成果 那左手边的这张照片拍的是岩石面跟海之间的关系 那在选择这个水面跟岩石面之间 我到底要把光圈设在哪一个点 会决定哪一个部分是清晰的 那水面比较难拍的就是说 你到底是要拍出水纹 还是要拍出这种浓浓的泡沫 当你拍出浓浓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速度 你的速度要放慢 你的速度放慢的时候 你的岩石 你的岩石的纹理就会出现 所以这个也是同学在选择的 那你的速度如果快 你的速度如果快的话 拉到后面 你的焦距放在后面 当然水 瞬间拍打起来比较高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水珠 所以这也是同学可以练习的方式 好 一样环境的拍摄 环境拍摄的过程中 你可以去选择一些不同的方式 来跳脱你的这个环境 你想要的一个感觉 好 那右手边的这张图 蛮逗趣的一个做法是 他把人拿来做前进 好 所以他的焦距不是对在人 他的焦距是对在后面的景物 而左手边你会发现 他凸显了什么 他凸显了这个 左下角这个黄色的建筑体 让他多一点不同的色彩 但是左手边这张比较可惜的 大概是他的曝光度 他的曝光度比较多一点点 好 一样环境拍摄 一个明的一个暗的 有没有 好 那右手边的这张环境拍摄 他就是很快的说 我就是要表达这个 线条之间的一个关系而已 所以他把它真实的快门按下去 真实的呈现既有环境之间 那你也发现说 他并没有景深的一个关系 他只有色彩块状的一个分布模式 好 左手边的这一张呢 我们就很清楚说 同学就是想要拍这个光线跟叶子之间斑驳的一个关系 好 那问题在哪里 好 问题你就会发现 嗯 光线不够跳 有没有 好 光线不够跳 好 那这个天空 呃 变化少了一些 好 那以至于这个页面的黑就会比较大了 好 所以拍摄这个照片 你可以试图的再往上移一点 把这个亮光好 往右下角移一些 好 往右下角移一些 它可能会呈现一些更不同的一个效果 当然你说哎老师 嗯 我要拍这张照片已经不容易了 好 因为拍一张照片真的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没有错 没有一张照片是标准的一百分 好 没有一张照片是标准的一百分 好 我们只能说哎 那可能产生什么问题 我下次要怎么样去做修正 好 这也是我们在课程中一直持续传达给同学的讯息 好 一样环境拍摄 好 你可以看到两个都是拍录 有没有 好 那两个都是有这个 呃 有这个透视效果的 好 然后两张照片的环境 哎 其实也都蛮类似的 好 那要掌握的是什么 在小镜里面的这个 呃 跟天空之间的一个互动 好 音面跟明面跟你要表达的主题 好 那你可以发现这两张照片都是想要表达某一种斑驳的感觉 有没有 好 那实际上他们也都达到了一个效果 好 好 同样的拍这样子因为是往上延伸的照片 我们一样提醒同学你可以再把相机转90度再试试看 好 好 再过来我们看看也有很多同学喜欢拍天水一色的照片 好 好 那再次提醒同学 好 呃 他会有很多的分割线条 好 我们还是提醒同学这两张照片其实都拍的不错 好 环境的选色等等也都不错 好 但是呢你可以发现他们两个都是把横向的切面放在照片的正中间 好 那就少了一点动态的感觉了好 好 那左边的这张比较好是什么 他基本上他还有一个前景中景远景有没有好 实际上你拍这样子天水一色的照片谈的就是近景是什么 中景是什么远景是什么远景当然就是天空好 那就会问你说哎天空有没有云朵有没有漂亮 呃 我要不要下一点呃 下一点这个偏光镜好 好 那中间的部分当然就是海面的部分好 好 那前景的部分呢 右手边就是几颗小石头好 好 虽然不够跳好 好 左手边就是大岩石好 所以你必须要去端看这个前景中景近景之间的一个关系跟在你的框架里面的一个比例构图的一个变换 好 那天水一色当然也会有不同的一个拍摄手法 好 比如说你让浪花打的是写像的好 你增加了点景好 左手边的这张更可爱 还去增加了前景从前景里面去透视过去 那利用一些简单的构图来去做一个拍摄好 好 那呃 主题焦点对在哪里 你到底想要呈现什么 当然就是拍摄者最重要传达的讯息了 好 夕阳 夕阳也是很多拍摄手法 大家很喜欢去玩的 那右手边的这一张 好 因为刚好是在那个点 好 那个时间点 好 所以 好 他的阳光直接下下下下来 好 他这是什么 哎呀 少了一点点不同的镜头 好 他可以把这个光束 好 抓得更美一点 然后让这个 呃 模糊跟鲜明之间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对比 好 效果应该会更好一点 好 好 那左左边的这张几乎就是太阳已经掉出掉下去的一个状况 好 然后呃 他把这个光圈的曝光值好是抓在天空的部分 所以前面的黑面就会比较多一点好 好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去做不同的一个曝光跟快门的调校好 可能就会出现还不错的一个讯息 好 再过来 好 同学会去制作一些光源 那右手边跟左手边的这两张好 好 不太一样的是一个是人工制造的一个是自然光源好 好 那左手边这一张其实就是在表达呃 呃 构图比例之间的一个关系好 好 那因为整个光源是面向着你的好 所以很容易产生一个过曝的现象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讲说哎 那你的光圈其实应该还要在减一些好 好 好 那让这个呃 让这个景深的一个效果更凸显好 这张照片应该会有更多不同的一个表达理念好 那右手边的这张其实大概就可以看到好 他的速度放慢了好 他的速度放慢了 那企图让这个烟火去制作一些还不错的一个效果啊 这那这个东西其实同学在生活中也可以试着玩玩看好 也可以试着玩玩看好 呃 你让速度放慢 然后看到这个烟花的这个曲线 我跟这个轻转弯的一个关系 这种转转弯的一个关系 其实可以达到还蛮不错的可爱画面 好 再过来 好 同学很爱拍天空 好 呃 因为天空它千变万化跟太阳跟云朵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 那不要忘记好 拍天空 天气好的时候 有云朵 很美 好 那呃 但是因为曝光的关系 它会让你的整个画面是减光的 是减光的 所以呢你可以去多增加一些偏光镜的一个利用 或减光镜的一个利用 可以让这个整个照片的这个饱和度增加 好一样拍天空 这张照片我们要推崇的是什么 它把主体调到非常的低了 有没有 好那几乎就是告诉你说 我去拍天空 好那你可以发现 它从这个 这个整个路面 大概只占了这个八分之一 然后山景呢 大概到山景高度的地方 大概占整个整个画面的这个四分之一不到 好然后再加上拉出来的几根这个电线杆 好最前面的这一颗 也不会超过画面的二分之一 所以让你在看这张照片的时候 它的感觉是什么 第一稳定 好第二很快你的视觉是被这些云朵给吸引 去分析这个白跟蓝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所以这也制作出一些还不错的效果 好同学拍天空的时候一样好你可以去抓到你的主题好但是 比较可爱的一点就是说当你去拍天空的时候很容易你对于光线的判断是放在天空里面的好那你就会让你的主题过暗好那这两张照片 基本上都还没有呈现这样子的问题好那主题也很鲜明 然后像左边的这个风车你就可以发现跟天空之间不同色彩之间的一个变换 好 呃也掌握得很好天时地利人和了好那右手边的这一张好我们就可以发现什么 哎呃因为他的太阳角度的一个关系好让他的人是比较铺的那这个情况之下就呃就我们就知道他想要表达的不是人而是天空好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如果你向后退两步让这个人的影子好有不同的表现会不会有更多不同的效果呢或许也可以试试看 好一样拍天空好那这两张照片好一个是呃两个都是用正正正的 纵向纵向分割的一个方式好那你可以发现左手边的这张因为他是横向拍摄好所以他的主题跳出来了好然后前景有没有好前景中景远景好三个之间比例关系的一个唯美好那右手边的这一张好当你纵向拍摄的时候好主题好出来了有没有天空出来了好分割没有正中央 好就产生一些还不错的一个律动感好那天空跟人好也是大家可以去掌握的一些主题焦点那还是要提醒同学天空的美好跟人之间前景中景近景好远景之间三者的关系角度好你去抓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都可以拍出还不错的照片好 好天空跟人好天空跟人好也会有不同的拍摄方式好那右手边的这张基本上是一个创作了好你发现说哎他是一个创作好把人做剪影有没有好然后这个斜向的一个好简单的一个拍摄 构图非常的完美好那左手边这张其实也有很不错好的一个构图效果好那颜色非常的鲜明非常的跳好那什么叫做颜色鲜明有时候我们就要跟同学说哎你去看人家那个呃 广告的行路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那个照片颜色都好跳好那个就是颜色鲜明好那在环境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会让颜色降低好比如说水有没有好水气雾气等等这些都会好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同学说哎你可能偶尔利用一些特殊的技巧去把它跳出来 比如说呃主题的颜色更鲜艳一些好或者是利用一些特殊的附加镜头好这也是可以做到的或者是让他去做这个很强烈的前景深好那这些都是呃让你的饱和度增加的方法好再过来好一样拍夜景好有没有主体或者是拍环境好他想要掌握的都不一样那你可以看到好左手边这张哎我就是拍形体好 我的后面背景就是全黑的那右手边这一张呢你就可以发现他把主题好定在这个呃光线跟云彩的地方所以前面是黑的好那右手边的这张在拍摄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因为因为时间点上面的不同所以就算我想要表达的是这个光好但是光他不圆有没有好他只变成晕晕的然后又不够晕好那呃当然我们也只能说有一些 不一样的效果好好好再过来拍一些人物好呃我们要跟同学谈的是左手边的这一张你可以发现他从一个呃不同的角度好从下面往上拍然后让整个天空背景全部都是曝掉的好把这个人哦非常清晰的表达出来好那又因为他的光线并不是非常的呃 所以这个人呃萬扮充足好啊好所以这个人的身体就整个跳出来好iğiному事好所以这个人的心体就整个跳出来然后 嗯有一些肩单的这个呃衣服线条一明面之间的一个关系好也算是很不错的一个呃 Kir动了一个一个一个线条拍摄手法好調的好那右手边的这张呢 基本上也是一张创作好的他去拍一个瞬间凝聚的一个效果好的这张照片其实呃不太好拍好那我们 只能说拍摄的同学他把这个时间 时间跟这个光圈焦距之间的一个关系 快门之间的一个关系掌握的相当的一个不错 然后最可爱的就是他还有一个背景 背景还有两个人来做一个色彩上面 一些不一样的小小的变化 也是不错的创作 然后人物这张照片就是什么 鲜明 我很清楚我要表达的人物主体是什么 背景非常的干净漂亮 颜色非常的跳 就是一张广告看板 最早以前我们教过同学拍便当 有很多同学拍出不同的便当 因为是第一次的作品 所以大家都拍的不好 后面呢就会有一些同学再去创造一些不一样的便当 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料理 地图很干净 画面很饱满 我也不一定要用什么样子的这个景深 我直接用俯视的方式直接拍 拍出这个最鲜明的这个色彩关系 好不要忘记 每一个菜色都有纹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白萝卜是不是 不知道白色的那个鱼 有没有 线条纹路就有点稍微铺掉一点点 有没有 旁边的这个生菜 线条纹路没有那么的细致 可惜一点点 还是可以进步的 好主题的表现生活中有太多小小的主题 好那这个同学也是可以去创造 好包括创造什么 好像右手边这张就是创作一个主题 好主题的拍摄跟景深之间的一个关系 左手边这张一样创作主题 但是他谈的是构图之间的创作 好所以都是不错的作品 好一样主题的表现 好呃场景一样好拍摄下来 一个是我去谈一个基础的 好一个是谈画面构图的 好两张都有很好的表现成果 好主题细部 好建筑体的或者是某一个雕塑的 好呃可以做景深 可以不做景深 好呃注意线条构图的关系 好注意深度厚度 好注意深度厚度怎么注意 当然就是光线好光线的组构之间的一个关系 也会有不错的表现 好学校建筑好我们在前面也拍过学校建筑 很多人去做了一些很多不同的尝试 那这两张作品同学可以分享一下 好呃一个拍我们的测校门好呃 非常基础的一个拍摄好流出天空天空也不一定是那么的漂亮好 但是最主要是这个线条跟你想要表达比例之间的一个关系好我们一直在讲这是一个呃设计的蛮不错的门好因为他有曲线他有直线好呃 他有各种不同的色彩所以其实这个门可以让同学有很多不同好的一个表现 那右手边这个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大楼好那我们都知道外面环境并不是那么的漂亮好那你怎么样拍出还不错的照片好同学也可以后续多练习先练习一下好再过来好我们还是在谈 哎拍近色的时候很重要的是呃文理好文理的关系那你可以发现这两张照片也都蛮成功的好也都蛮成功的那左手边这张哎看不出什么景深好那但是文理呈现跟这个呃 呃构图之间的一个关系好就很明确的一个表达重点好再加上光影的一个变化非常完美的照片 右手边的这一张呢哎多加了一点点景深好让这个主题更为突出而主题并不在故事里面的正中间好反而更可以跳脱那个美好那个优美的感觉好一样是文理好那右手边的这张我们刚刚前面看过有没有好但是他是另外一张好你可以发现哎我的背景又抓得更模糊了好而左手边这张我很强调就是我就是把 紧身抓得非常紧身好我就是前紧身然后呢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一只虾子的这个透亮的关系好这张照片拍的非常的好然后因为筷子是有斜度的他并不是抓平的好所以让整张照片又多了丰富的一个元素好生活里面了有非常多小东西就可以把它抓出来拍好左手边的这张生活中都会遇到跳出什么跳出什么 那个可笑的橘红色有没有好然后这个斑斑薄薄旧旧的感觉好唯一比较不成功的是那个车牌的部分好啊同学还可以转一转角度去拍摄好也可以试着用纵向的方式来拍摄看看 右手边的这张好很可爱好水龙头滴出水他不是只拍水他把水龙头放进去他把这个光影制造了好这个斑驳的一个关系 跟景深之间的一个关系这是一张好照片拍眼睛打光不打光拍他的细致纹理的部分我的开到什么程度尺度开到什么程度我要让眼睛呈现曝光到什么程度这个不太好练习的作品同学也拍的不错特殊的纹理一颗球 上面会有纹理重要的是什么光线光线的一个表现跟曝光度之间的一个关系这是一张好作品好谈到这边特殊主题拍摄同学看到以前同学之间拍了很多很多的好作品好谈的是什么谈纹理谈空间构图谈光线谈色彩饱和度 摄影学怎么样谈都是这些元素绝对跑不掉的所以再加上这个同学对于设计美学这样一个敏感度的认知同学就会有进步的一个动力跟空间每个人都能拍出好照片只要看你有没有用心在经营一张照片的拍摄特殊主题拍摄分享这个单元 到这边谢谢大家